嘿哈囉大家好這是Nexus 那我今天想做一下做一些很激烈的挑戰 挑戰什麼呢 挑戰Invoker 在鬥塔裡面最強最強 號稱有十幾個技能 來看一下有沒有 三三三有沒有 十個技能 十個技能讓你在手上去玩他 那先講一下 Invoker他吃生的是史上最強 如果你會的話 你會打的話 他真的是很強很強的角色 但是他還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有沒有看到 每個都是角色他一次只能放兩招 所以你其他全部都要一直狂暗狂暗 所以你萬一放一招 你或者一般的角色你就按一下就好 就是你要按 你要用Invoker去戰鬥的話 你就必須按三次有沒有 Z...哼哼哼哼哼哼來打開 這是我的設定 看你的設定怎麼樣 然後總之 最好 你如果有辦法讓這個打開來的話 我是把它寫在紙上 然後放在這邊 因為它這個視窗 只要打開來 然後上三個 因为他視窗會 就是他視窗會消失 那如果你真的不熟的話 你要其實也不用印記 反正就把它放在旁邊 我是用筆寫了把每一招都放在旁邊 然後來看一下 那首先你大部分的情況的話 最長最長的前期的話就是 右邊Carrie最長 Emoker大部分都是走中路 他是一個中路型的角色 那他打的時候都是從 右邊先點 然後這個先點開 這個兩個 這兩個比較不重要 所以都各點一點就好 然後專心把這個C 把他的C 我這邊是C 但是他主要出去就是要Carry 那這裡主要就是 大部分Emoker都是這樣去打的 好 然後有什麼東西呢 首先就是講一下嘛 第一個我把整個都講過一次嘛 然後這一個是Z Z就是做一個我把每個都示範下來 然後Z 按一下 單體的 這個是Z是做單體的 然後ZZ呢 隱身然後會緩速喔 會緩速 如果你走到他旁邊他會緩速 那當然既然搭出來 他心也 心之肚明在他旁邊隱身 所以如果 這一招要用完要趕快逃走 不要殺傻的 跑到他旁邊 不然他等下要大使去找你 把你找出來 你馬上就被打死了 你畢竟還是一個 Emoker還是一個法師 所以他被鋪兩下就死掉了 ZZ很少用到 那如果無聊使用到就是 要逃走之前放下 然後卡對面時間而已 好 終線開始 XP XP這邊有一個法術 來 有沒有法術 他把他的EMP洗掉 把他的一點障害 就這樣吸對方 把對方的魔力給抹掉 好 Aggis Z Tornato Sight 很實用 非常重要的角色 好 XXC 這個是加速 攻擊率加 加速加攻擊 好 然後 ZXC ZXC 這個叫做 這個會 把對面卡住 讓對方無法攻擊 那 如果到後期的時候 有這一個 三十等這個地方 第二 二十五等這一邊 右線會讓他變成一個 呃 散開 然後我直接按 等一下齁 按下去 等一下 好 好 按下去 那效果是什麼 就是 25等進化 就是 很廣 很誇張的戰力 所以你說 EMOKE是 拳鬥塔最強的時候 真的是 當之無愧 他還有一個 有這麼誇張的東西嗎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好 最後 右線 右線這個 呃 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 楊型 楊 楊 這個叫太楊 呃 就是 你能夠隨便設一個地方 那通常都是來補刀的 然後 CZ 對線 一個 會叫出一個 然後如果 這個是什麼 四點 好像是四點 如果 如果 這個 你的 那一個 力是四點以上的話 會叫兩支 那推線用的 大部分都是用來推線的 然後 來 好 把所有的東西跑過來之後 真的好難記 真的好難記 要怎麼辦 好 那技法就是 你使用時機是 搭配是 只有兩個 所以 有兩個可以要去做搭配 Toleto 很 使用 很使用 他直接掃把長的全部都 掃起來 他可以加 CMP 然後 使用起來 大概是就這樣 好 掃 太楊 然後 接下來就 接下來就 被CMP掃到 好 這是基本的高速 好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說 ZDD 右邊這個是主力 CCD X4 然後 CCCX 運 一顆一顆的重要 是他的實力 而且他運質很痛 然後 然後 我這個是已經有買了1400啦 花了1400 然後升級了 然後 然後 那CCD CCD這個不重要 這個比較不重要 你就有空在慢慢打 所以 所以 來看一下 好 那 所以除了這個東西 譬如說這樣子搭配 這個是那個 降攻擊 就是 防止對面攻擊 然後 一樣 放 好 那這個 楊炎的攻擊 因為他還一一 我看一下能不能叫那個敵人 叫敵人過來 好 先把那個 好 先把一些敵人叫進來 然後 介紹一下 除了隕石 的話 楊炎 他楊炎是這樣子 按兩下 變 普通按一下 他沒有變 按一下 普通按一下是 攻擊 一樣攻擊 地圖任何一個地方 好 但是如果你很重要 你吃了大 4000塊 4000塊 花的 夠不夠值得 按下去 哇 有沒有 而且在好處是什麼呢 瞬間 就可以 有沒有 只要 按兩下 只要你升級上來是 4000塊 按下去 烘下去 100秒後 再烘一次 免費 免費 為了攻擊 EXP 好賺啦 對不對 所以 來看一下 講到這個地方 搭配的 要變成最強 就是要 跳進去分析 你要用的技能 不要傻傻的 每個技能都亂搭 亂丟 那樣效果是最差的 左邊 這個 單體 要記住 單體 然後這個會用到 然後接下來是中邊颶風 然後接下來最下面的那個攻擊衝擊坡 會讓對方攻擊的衝擊坡 然後這邊揚眼會放沒有問題 這個叫什麼 隕石也是一樣主力 所以你數一下 1 2 3 4 5 五招其實你真正最常用的就是五招 其他的可以當作 沒時間放就當作沒看到 就專心用你手上這幾招 像這樣子練習嗎?像只要是練習 然後放 然後 然後隕石 然後CCD 好 就是這樣子 好 大概講就是講到這個地方 讓大家知道說 欸 EMOKER你要用到對象 專心 這五招 揚眼 隕石 颶風 衝擊坡 單體 單體的雲 你把這五招用熟了之後 你自然就會知道你會做什麼事情 那其他的什麼 這個啊 其他這個 都是 雞肋 有 有用時 會用到 但是 就是你真的真的 你很緊張 而且你不確定 戰況的時候 你就先用一用 把這些比較爛的東西 比較 不是說比較爛 而是說 比較少用到的東西 先丟上去 比如說 比如說你上去前 冰牆開下去 然後你要加速 幫隊友BUFF一次 然後 再加上CTD 然後推一下 稍微推一下線 因為 其實這一些 然後 然後 還有說 EMP順便丟在前面 讓對方卡直 這一些動作 要去多熟練 然後 像是EMP 雖然他 雖然他 有延遲很大 但是你放下去 對面就會怕 怕你打起來 就卡手 就不會 沒有辦法那麼的 容易去打贏 你 好 來放 技術師 加上 放我 好 史上最強EMOKE 我就介紹到 這個地方 希望大家都去多練習一下 他主要的裝備 最後講一下裝備 就是這兩個 第一個就是張蘭均可 增加五千塊 然後增加他的東西 然後這個四千塊 然後這個 然後隕石是一千四 那這些錢看你的狀況 那基本上就是用在出這幾套裝備 然後配這一個 配這一個 配這一個 不會被敵人鎖的 保護自己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安全 很好打的EMOKE戰鬥了 多練習 那就會 多練習 早了之後 你就會變成一個很強的EMOKE 那當然練習 你要去休息 因為EMOKE真的很累 你要按很快 而且效果不一定會這麼的好 好 那我就講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觀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